珍珠奶茶这个从台湾引进的首摇饮料 最近几年再次成为许多马来西亚人 消熟解渴解馋的新头号 各个品牌各种不同种类的奶茶店 在全国各地好像是雨后春孙一样到处涌现 而被奶茶爱好者 誉为是全马奶茶品牌最集中的地点 除了有位于巴桑谷一条街 至少有十多家奶茶店进驻的 S15奶茶街 在柔佛新山也有一个住宅花园 现在被称为是奶茶镇 据说那里至少有30多家的奶茶店 势必要让到访的民众人手一杯 不喝不归 一家 一家 又一家 几乎每一条街都有它 相隔每几间又是一家奶茶店 未来还有更多新品牌陆续进驻排队登场 密度之高 让这个位于新山茅奥斯汀花园商业区 有了奶茶镇的别称 奶茶风狂吹 也俨然成了新山年轻人的另一种新史上 这里差不多有30多家奶茶店 差不多去了20多间 一个星期的话 三次到五次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奶茶会比较流行 像Starbucks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多人喝 奶茶界 在我们茅奥斯汀里面 其实都很出名了 如果你要喝茶的话 都几乎会想到茅奥斯汀吧 小小一座住宅区花园 就有30多家奶茶店在这里遍地开花 就算一天喝一杯也要喝足一个月 才能够喝完所有品牌 但是跟台湾随手带着到处趴趴走的习惯不同的是 这里的奶茶店面所营造的环境 更符合新山乃至全马人艾琳德聊天吹水的习惯 就跟朋友去外面坐住聊天 奶茶的整个环境 店面都做得其实比较好 享受就是可能就是有点享受生活这样 奶茶是比较属于高级的 可以讲是因为这里的年轻人比较多 中学生他们就比较来这边喜欢打卡 就看起来很fashion这样 奶茶魅力大民众爱打卡 但是想要掳获年轻人的芳心 让消费者自发性地拍照 po网做免费宣传 不管是饮料包装还是店面设计 处处都可以看到业者的巧思 就是要做那种环境出来给他们打卡 然后他们会放下去Facebook Instagram那些会有多人看 然后他们就会想可以来这里喝下茶 拍下照 像我们的那个主题就是熊 熊的话那边我们有放一个鞦韆 那些小孩子都会喜欢来这边 然后他们父母都会带他们来 装修门面这些东西还是必须的 奶茶风潮现在吹得正旺 奶茶镇也趁势崛起 不管是外国品牌还是本土自创品牌 都想要来分一杯羹 同业之间的龙争虎站有多激烈可想而知 奶茶比起其他饮食业 会相对比较门槛比较低 打比方他们里面的SOP 就是怎么去做一杯奶茶的话 其实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学会过后 一二三就出来一杯水 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奶茶做好 因为他们可能只是想要赚第一笔钱 市场已经开始饱满了 其实就好像在Austin 因为已经三十多间了 竞争很大 好像现在你会看到很多人排队 但是JB的话其实你看不到 不管怎么样 用心打磨产品 关注市场需求 肯定是打赢这一场奶茶生存战的 不二法门 产品为先都会专严比较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产品 像打比方 现在比较多人喜欢健康的 这么天气热的时候 又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 我们都会针对这些去配合他们的需求 除了卖奶茶 我们还可以推出小吃 就是好像咖啡 我们还有推出那种鲜口味的 就是好像咖啡店一样 只要你的东西好吃 你的水好喝 还是可以经营下去的 我们还有外送服务的 方便那些顾客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来 还是在家没有交通的话 都可以送到去给他们喝 百花齐放的珍珠奶茶市场 成为低迷市场中的逆势奇葩 不过新鲜感退去之后 谁能够让那一口浓香 继续在众人的唇水之间流淌 除了奶茶本身 还有赖于业者对于消费市场变化的 快速应变能力